疫了 幾天內呢 就走了 其實我跟那個親戚不算很親 就只有小時候見過幾次面 但是只要聽到這種生死的就會 不會講耶 所以我拍這部影片是想要呼籲 在看這部影片的每一個人 不要小看這一次的疫情 或者是覺得說 喔真的染疫 真的會走的是那種年紀很大的人 現在收看的是 VS Media 沒事不要外出 外出記得要戴口罩喔 HELLO 大家好 我是婷君 為什麼想要拍這一部影片呢 因為我周遭算親戚的朋友 因為這次的新冠肺炎染疫了 幾天內呢 就走了 其實我跟那個親戚不算很親 就只有小時候見過幾次面 但是只要聽到這種生死的就會 不會講耶 所以我拍這部影片是想要呼籲 在看這部影片的每一個人 不要小看這一次的疫情 或者是覺得說 喔真的 染疫真的會走的是那種年紀很大的人 不 我那個染疫的親人 39歲而已 真的就走了 而且不要講到死亡 有很多身體的傷害是 你染到這個新冠肺炎 就是一輩子的 不會好的 那個歌喉戰的女主角 我跟中兒的新冠肺炎 就好像 嗅覺還味覺 一輩子就沒了 這是一輩子的 所以我希望真的是可以傳遞這個訊息 給每一個人 台灣的疫情已經在區緩了 讓我們團結起來 我們就真的是讓這個人數不斷的往下降 然後免能夠配合政府 真的是只要有疫苗就趕快打 趕快把這個可怕的病毒給處理掉 因為我也真的也不太想要再聽到一些悲傷的消息 雖然說沒有說很輕 但是真的聽到這個消息就會 真的覺得心情 剛剛我剛拍完幾部片 然後 我一想到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這個也來拍一部好了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這部影片給你們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說真的 不要以為年輕染疫就沒事 就很像要出去染疫 然後生病個幾天 然後好了就好像我打完疫苗一樣 幸運的話確實是這樣 那我們不要讓自己有機會 去成為不幸的人 就這樣吧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 然後 喜歡我的創作 下部影片見 掰掰